可以說在過去的十幾年 中共不斷的撕毀它的許多的國際義務 我們首先可以看到香港一國兩制 中國共產黨就已經撕毀了它對國際的承諾 因為畢竟一國兩制是在雙邊國際條約裡面得到承諾的 另外我們如果看世界貿易組織的許多承諾 也就是中國給予了15年的期限 要把中國帶向一個市場化的道路 也就是說中國要全面的遵循國際世界貿易組織的法律規範體系 但是中國也撕毀了這些承諾 如果我們看到在過去的許多的發展過程中 全世界如果還沒有驚醒的話 是因為所有這些道手的累加在那兒 今天習近平的取消任期制 可以說給中共的官幕敲進了最後一個釘子 所以我覺得當然對中國來說 它的國際信譽是會受到人們的懷疑 而且因為如果看到國際社會已經拒絕承認 尤其是西方大國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另外你看國際的這些評價機構 對中國的主權的信用也不斷地在降級 所以這些東西當然都會影響中國的整個國際信譽 從而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空間 我覺得這是非常大的一個挑戰